有一个小和尚跟方丈学武 每天翻滚跌打爬拿 觉得很辛苦 他心想 如果有一妙招 这个妙招只要可以制敌就好了 就用不着这么苦练了 有一招可以一死出来 对方就失败了 就给制敌了 小和尚把这种方法想法告诉了方丈 这个方丈也没有说这种招式 是有这种招式还没有这种招式 只是让他好好的去悟 有一天小和尚外出 被一个少年 就是一个青少年不小心撞倒了 被撞倒在地的小和尚 因为他学过一点武术 所以他不仅攥紧了拳头 准备给予了狠狠地回击 这时候只见那个少年 笑着脸迎他走过来 伸出手掌握住了他的手 把他扶了起来 看着少年香窝的手满脸的笑容和真诚 小和尚的心头怒火 顿时的烟消云散 小和尚回到方丈身边 说自己已经学会了一招 制敌的招式 方丈问他 你是学的什么招式啊 小和尚伸出手掌 笑着 走向了方丈 握住了方丈的手掌说 就是这一招 方丈说 看来你开始真正悟到了 一招制敌的本来真正的意义了 方丈说 一招制敌 其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对手拉到自己的一边 化敌为友 因为你扶起对手 永远要比击倒对手更有力量 我们学佛人常以宽容慈悲对人 其实慈悲可以解决任何的难题 而有的人对什么事情都太较真 他就会被感情所伤 总是想和别人斗的人 常被人间的烦恼和困惑 遮挡着自己的心灵 会感觉到身心的疲惫 我不知道你们下面有很多人都打过官司 当一个官司送上去之后 当一个人跟律师讲了准备打官司之后 是不是你们会感觉到身心疲惫 拖得很累的 所以显示出你人的精神裂缝当中啊 弥漫着心灵的苍老 所以很多人一旦有烦恼的事了 他就笑不出来了 你们看一看你们今天能笑出来的 一般都不会打官司的 所以我们人如果今天还很难受 说明你心无所依 情无所计啊 不跟别人争 学会看开 不跟别人斗 学会看淡 学博人以珍惜理解别人 退一步海阔天空 就能换来心灵的快乐 才能了悟生命的真谛啊 我会想到你